好了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叮叮叮叮 今天跑来朋友的公司 他们拍一些广告 然后我就当群众演员还不错 超级久没有穿这种正装 是不是很丑 不喜欢穿正装麻烦 还有外套 现在有点如热 都不想穿 好了 非要不多说 今天蛮多行情的 然后再讲讲 我会很短 因为今天早上醒来 我发觉我有点短 然后就从medic开始说吧 今天Twitter上面发了很多update 因为没有时间搞视频 早上 所以跟大家再讲讲一下 今天讲的什么鬼 今天我发了第一个是medic跟LTC的图 都完成了心态 然后我就开始转了 现在已经开始跌一点了 然后发了一个标普 然后我也发了一个CHJ 还有一个link也是蛮多东西看的 所以medic这边是走了一个螃蟹 然后1618在这边附近 我在12多空 现在114小转 然后这一波medic 我觉得至少走一个382618调整 然后有完medic的 恭喜发财 你们赚钱的 只是坚持一下吧 应该这一波走一个382618 应该不难的 回到1块钱以上 应该蛮有可能的 ok 教育所最近打架 还到这次又又开始砸盘了 所以挺好的 我最喜欢做空单 空单老铁 还是真正的老铁 然后比特币也是跌的挺猛的 然后就跌到这个支撑了 也不懂hold不hold的足了 我是在猜应该还能hold不足 这一波应该可能会走一个鲨鱼 所以不要记着抄底 我猜应该会走一个886 等886走完了 我们再考虑好不好 你看今天我有一点赶时间了 但我就是想要把重点讲完就去跳了 跳去下一个了 ok 这个这个这个是 等一下 是了 刚才我讲的那个币在哪里 Matic 回去Matic 先把这个出来 Matic交换了加以太坊 以太坊也是这边好在一个双顶 双顶后开始调整了 这里像一个假突破 这整波我觉得需要调一调吧 可能这一波走一个鲨鱼 XAB 这个是正 这是一个完美的假突破 113 下来走一个886 所以 我觉得这一波调整 我不懂是杂败调整 但以太坊又回到1300以下 应该不难了 关注这个鲨鱼 要抄底的话 等1300以下再考虑 这些趋势线全部应该要展时候不足了 我猜的 猜错不要怪我 然后那个 LTC这个我手上有 我现在满手空单 哇那个多单真的做得好辛苦 那咖把被损了 然后我的那个鲨鱼 本来从那个三二次到四多没有出来 结果我出的时候是差不多三五多了 赚很少了 就把很多利润回吐了 然后开空 哎呦舒服舒服 老铁还是适合做空军 以后叫我 你听到我做多单的时候 你们直接把我拍掉 叫我不要自杀 你们要救我 这个我讲了两三天的LTC 然后昨天看到两次假突破回来 我在67块68块9又空了 明天再给你们看 明天我搞一个直播 你们明天有空 明天晚上我搞一个直播 星期三晚上 我比较有空 星期四这个礼拜我约了 所以明天有空的话来我的直播 明天晚上北京时间七点 有空来听我讲废话 明早就没有视频了 因为这个时间做出来的 就不搞了 等明天早上 明天晚上找一个直播了 这个LTC至少会走到61 这个是50形态 然后lucky的话 可能走一个886回到51 这个是Litecoin 那些没有上到这个车的 你们看有没有现在反错回到68以上 再考虑了 没有反错 你现在注意的话 盈亏比也没有很值得 所以还是不要乱七八糟 LTC讲了 我们讲一下link link也是很漂亮 link我在推特上也是有回复一些人 有些人叫我帮他们看 然后我也看了 所以发觉link也是很漂亮 link link这里 link这里有一个螃蟹 也是1618 然后也不懂会不会砸吧 1618这里测试了两次 反正现在小赚了 现在小赚了一点 希望下几个小时美国开盘会砸盘 不懂交易所在做什么鬼 我听说B&B老板把FTX的币全部卖了 FTT全部卖掉FTT炸的要死 幸好没有乱接 有时候他们打架都看不懂 那种被黑客切入 我觉得是比较好接盘的一个新闻 所以这个link我觉得 我不懂还会直接崩 还是会再来回调 蓝色区域这里 应该蛮都会等着空的 9块钱左右 OK link你们看一下这样 我觉得这波还没有砸完 还有可以赚到多一波 哇这一波真的爽 蓝色区域这里 这几天砸得很惨 为什么他从这边会砸下去 因为37块这里有一个无敌趋势线 跟随我一段时间应该懂了 就长期阻力 这里砸 回来这里又砸 现在回到这个支撑展示后的主 但我猜应该hold不住 我猜的了 比太反比特币还没有到跌 应该还有的跌 所以所以所以 暂时我不会乱接盘 然后然后 看吧 走到哪里只能看 这个支撑可能小调整一下 可能又要砸第二波 OK 然后然后FTT给你们看 精彩的要死 有时候真的交易是有运气的 有些时候你会去接 有时候你不去接 这个反他那一点 我本来想他回到高位 我再去控他 没有回来 所以就错过了 然后这个砸的挺惨的 这个从二十六砸到 差不多最低点 差不多十五有半价的左右了 所以这种交易所打架 我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FT还要倒闭 什么鬼 听到很多新闻 也不懂真的假的 希望不是真的 真的话 对大家没有好处 对空军是好处的 我觉得不要乱接 他有一些脚条 只会到一些阻力去空 真的有回到二十二的话 我会考虑要不要去空他 因为之前的支撑可能会变阻力 这个是FTT 然后那个GALA 这个讲一讲 那天我不是抄底吗 然后他上去要下来 三六左右 我出来我去开很多空单 他真的又下来蓝色区 我不懂蓝色区能不能hold得住 但下几天再砸多一波蓝色区这边 我也不敢接多了 老体还是认真的做空单好了 做多单真的累了 累了 好了最后两个了 Dodge 我这几天都有一直讲 我觉得会回归0.08 0.08 对 还没有到达 再给他砸一砸吧 0.08这里再考虑要不要去抄底 但我不做多单 只是跟你讲有这个心态在那边 要不要抄你们自己选择 然后最后一个标普 标普我刚才在推特上有分享 就是他去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主力的 应该会开始砸盘 然后不懂这是准不准 但我希望美国开盘也随便砸一砸 这一步应该回到三千六应该不难的 好了就说到这里了 明天早上也没有视频了 然后明天晚上我们搞一个直播七点 有空我们来啊 OK明天后明天再聊 拜拜